嗯 幹嘛 邪你啊 不是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等一下才需要用到你們 章萬 你也照到我們耶 沒關係喔 我覺得你們兩個在後面很好笑 喔 喔 喔 好了嗎 我開始囉 章萬萬我是日可 歡迎回到燒錢來吃 那我們這一集的燒錢來吃 是真的在燒錢來吃喔 因為我這陣子 你這麼大口感 你是不是好可愛 他眼睛就吃完了 因為我這陣子要去杜拜出差 那我 我我我我 買了頭等艙 有自己的套房 聽說還有空中酒吧 我真的是 捏著手心買下去的 今天就是要來開箱 杜拜阿聯酋的頭等艙給大家看 這就是本次的計劃 開始 哈哈 那我懷疑不是我的小孩 我小孩不會那麼花錢 哈哈 你真的是我們客家的支持啊 還會花錢啊 吃吃吃吃 吃到就講不出話來了 來 去寫東西 來啊 來啊 不要再吵了 其實真正的辦法是 殺不下 啊 殺不下 殺不下 VPN 你這麼會出國出差 就是遺傳到衝浪鯊魚 可以把IP位置定位在不同的國家 你是你 我是我 他是他 到底我是誰 不要緊張 你一定是因為 你一定是因為突然飛到國外 所以連電腦都認不得你是誰了 只要你有衝浪鯊魚 就可以把你的IP位置停在台灣 這樣你就不用通過層層考驗 不用每個帳號都重複認證 你就是你 還可以隱藏你的網路主題 手機的資料絕對不會外流 享受不同國家的折扣優惠 哈哈哈哈哈哈 一個帳號你就可以在不同的裝置上 無限使用 客家鯊魚 去當廚醫 叮咚兩年方案 再送你免費三個月試用喔 詳細優惠資訊都還資訊來看 就讓我們回到杜拜頭等艙開箱 猛獸降臨桃園機場 我馬上就感受到頭等艙的尊絕不凡 因為頭等艙的貴賓室跟商務艙不一樣 這邊是專屬區的貴賓室 再見了 拜拜 我被帶去神秘的黑色小房間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種貴貴的貴賓室 啊 貴貴貴賓室 翻翻範圍棋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種貴貴的貴賓室啊 都一定要用APP點餐 但是… 還滿方便的啊 不用講話 可以少喝一點水 牛肉麵能肉還有故意切成這種神秘的形狀 南瓜濃湯有夠濃 因為不會滴 麵包烤得剛剛好而且很香 彭杰是值得聖教的朋友 拍到一半的時候 服務人員突然問我說 欸 其實你需要朋友嗎 我想說 蛤 頭等他要付朋友嗎 那他會跟我聊天嗎 他會聽我的煩惱嗎 他會跟我說這段感情只有我在付出嗎 就我換講參加那種姊妹茶會很久了 結果進來的竟然是阿滴英文 警察警察警察喔 這什麼老鼠行為啊 好爽喔 你欠我五萬塊 蛤 五萬塊也太貴了吧 比我的機票還要貴了 阿滴英文欠我五十萬 但我覺得自助區 除了蜜蜂本人很酷 嗯 蜜蜂還蜂蜜啊 好像除了有蜂蜜本人很酷之外 青石區好像就是青石區 可是也有三年三半手工餅乾啦 嗯嗯 因為我跟杜瑞瑞很無聊 所以我們就開始比誰比較會喝羊樂多 好快喔 好 我比較快 哈哈哈 No 好 kindness 我沒用 結束貴賓式的部分 我去城達的是阿聯酋航空的EK367 我一上飛機 第一個感受就是 好大 我有三個窗戶 空服員還都用英國槍 好政治正確 公司櫃水就有三個 飲料還可以升降喔 酷死了 電影裡面的英雄都這樣登場 就是那種Marvel啊 或是鋼鐵人 要來拯救世紀的時候 他們都會 叮 櫃水門就是這樣登場 還有附筆記本啊 然後還有面膜 還有一大盆餅乾 根本就是那種過年零食包 把它全部拆開 然後拿出來擺 那我一向飛機空服員就問我要不要體驗 阿聯酋很流行的拉茶跟野藻 我當然是拿 這種客家老鼠 怎麼會放過這種機會 哇你野藻超甜 你眼睛瞎掉 可是蠻好吃的 就是你懂的是嗎 就真的好甜喔 可是好好吃 但再吃兩口我就要死掉的那種感覺 吃得出來是很高級的甜 可是設備的部分我冷靜下來之後發現 我覺得螢幕雖然很大 可是畫質普普通通 顆粒感很重 我有對焦喔 它是真的那麼糊 螢幕不能觸控 可是它的遙控器又超難用 真的超難用 它一定要正對著螢幕本人 超正的對著它 比正面還正四倍 你才可以有辦法動你的螢幕 這樣螢幕要怎麼保護城市啊 我的後面真的是直接放棄 使用我那一台超大的螢幕 因為解析度也沒有特別好 我就拿來聽歌而已 可是耳機音質也普普通通的 怎麼辦 怎麼辦 我要被告了嗎 但 但是 嗯 嗯 可是各種國家的歌都有啊 人也是滿好的 你看上面軸心國都湊齊了 搭飛機還可以學歷史 多棒啊 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與的國家都在這裡 但我還是必須要說旁邊有一台超大的遙控器 但也是超沒用的 它只能調椅背而已 椅背我左邊就可以調啊 為什麼我還需要一台超大的遙控器調椅背啊 就跟很多那種歌手MV裡面有外國人一樣 明明就不用特地用到外國人 但硬要塞外國人 顯得MV好像花很多錢 呃 我愛世界 以上言論都不代表本台立場 但是還是有非常好的地方 像是枕頭好軟 摸摸摸摸摸摸 毯子也好軟 摸摸摸摸摸摸 睡衣跟我的棉褲好像 這難道是巧合嗎 不曉得 我們搭的這班 剛好沒有空中酒吧和淋浴間 在我執行空中怪人的行為的時候 我被空服員認出來了 那看來我已經龍登空服員最想拿到桶第一名 感覺我的照片已經被印在空服員黑名單上 上面還會寫 注意這女人太狠了 她會錄下你的一言一行 增加你的工作量 然後放上網路跟別人比較 對不起大家 增加大家的困擾真的很抱歉 可是頭等長我覺得有一點很棒 就是你可以想吃東西的時候再點東西來吃 沒有固定的吃飯時間 可以晚上吃早餐 早上吃晚餐 甚至還有小點心 完全就是惹怒媽媽排行榜前三名 因為我們這架飛機時間還蠻尷尬的 它是晚上11點起飛 所以我沒有很餓 我就跟空服員說我想要晚點再吃東西 可是空服員發現我在看電影 馬上就衝過來說 嗨!我們有搭配電影的點心可以吃喔 你想不想吃點漢堡呢? 或是來喝點調酒呢? 時間過也可以喔! 我才剛上頭等船一個小時 我就覺得自己像寶寶一樣被照顧了 那個程度真的是激烈到 我真的好怕他們拿輪椅推我去廁所 看個球賽就給我烏烏之拉之類的 而且自從認出我是拍片宅 每個空服員都說要來訂閱我 我下飛機之後是有問杜瑞瑞 杜瑞瑞大的是商務艙 他說他有被認出來 可是他沒有被訂閱 空姐有說要訂閱你嗎? 沒有 因為他已經訂閱我了 沒有 我跟你說 到底是頭等船的福利呢? 還是杜瑞瑞的影片太無聊 讓空服員也看不下去呢? 這點我就不曉得了 空服員先幫我上了堅果 堅果有幫忙加熱 那如果大家有看我飛機餐系列的話 就會知道我搭飛機的時候不太喝酒 因為我在飛機上很容易不舒服 但是! 我今天都搭頭等船了 當然是要喝酒 什麼原則都丟掉 烏湯加猛獸 放鎖 而且我覺得很貼心的是 點酒的時候空服員還問我說 你有沒有需要調整濃烈 那像我這種羊泡蛋是May酒第一名 桌子真是超大一個 大概有10x9個拳頭 我點了Mojito來了 超級好喝 這真是什麼啊 我真的是不可理於分島 我真是被嚇到 他一送上來我就聞到薄荷味 而且我還是戴著口罩的狀態 我就聞到薄荷味 薄荷給超級多 而且超級新鮮 而且真的幫我調的超級淡 我覺得比很多酒吧的Mojito都還好喝 這真的是蠻好喝的Mojito 那個薄荷喔 真的是要滿了溢出來了 我直接再點一杯 還好我這台飛機 是沒有配空中酒吧的 不然我直接在飛機上酒精入跑耶 來到我的點心 牛肉漢堡 但我必須要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又幫我換了堅果 我一開始拿到都還沒吃完 為什麼 幫我送酒的時候 又再幫我換了一盤堅果 那我原本以為堅果應該不會再被換了 但是牛肉漢堡來的時候 他又幫我換了一盤堅果 我這趟飛機到底要吃多少堅果 我都還沒吃完耶 我下飛機會變成變異的松鼠 怎麼點個牛肉漢堡 有那麼多東西 這也是中原普渡嗎 那臉球好像我阿嬤 點一個東西會給我五個東西 我趕快關門 我再次會被殺掉 我抬頭的時候真的好怕 空服員會趴在上面問我說 你要不要再吃點什麼啊 還好沒有 不然我真的會尖叫 還附檸檬給我插手 真的好瘋喔 回到重點 我們的牛肉漢堡 超級好吃 超多汁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事先調查過我 因為我的牛肉漢堡 我是沒有洋蔥的 我在飛機餐系列常常說我自己很怕吃洋蔥 然後他的菜單上明明就說牛肉漢堡有洋蔥 但是我拿到的牛肉漢堡 是沒有洋蔥本人的喔 我嚴重懷疑 他們認出我是拍片仔之後 可能有看了一下飛機餐系列做功課 或是 可能他們是俄羅斯來間諜 我不知道 我覺得拿到沒有洋蔥的牛肉漢堡真的很誇張 真的要幫阿聯酋拍手 這難道就是頭等舱的威力嗎 半夜搭飛機真的是蠻累的 有時候吃正餐會吃很久 就要吃前菜 又要吃主餐 然後還有甜點水果 什麼啦啦啦啦 一大都要吃 那可以直接吃個小點心 墊墊味我覺得很讚 而且在飛機上可以吃漢堡 然後再配酒真的是太happy了 把這組照片傳給曖昧對象 直接結婚 阿聯酋附得瓶瓶罐罐 看起來都超級高級 芥末醬聞起來很嗆 但吃起來還好 就跟我在網路上一樣 打字很嗆 但見到人就不敢說話 我是說我自己喔 第二杯酒也稀里忽露的喝完了 臉超級紅 好好笑 好像紙紮人 怎麼可以紅成那樣 後勁其實蠻強的 所以我叫了一杯烏龍茶新酒 烏龍茶意外的還蠻普通的 有點澀 搭個飛機喝那麼多東西 我直接上試吃廁所 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空服員又拿食物過來 有一大坨巧克力可以選 我真的是有點飽 所以我就只要了其中兩種 結果我GoPro關掉之後 空服員就用非常神清氣爽的聲音 跟我說 我全部都給你吧 你都吃吃看吧 他都開口了 我能說我不要吃嗎 你冷心拒絕 你阿嬤幫你夾的雞腿嗎 大家一定還是會吃下去吧 我是臉皮很薄的人 所以我就跟他說 謝謝 我真的很開心 結果 空服員給我所有巧克力之外 他還沒種 不只給我一顆 所以我有超多巧克力 我得到三碟巧克力 我又發瘋 真的是我阿嬤 我真的要趕快關門 阿聯絕就是那個梗圖 出來 吃東西 出來 快點出來 就先吃空服員最推薦的 哇 超好吃 但超爆點 不小心在飛機上抖了一下 結果空服員發現我抖了一下之後 又衝過來關心我 還問我要不要吃魚子醬洗嘴巴 真的是把我當成中原普渡的豬在味 我這種客家的老鼠 通常是會吃的 可是我真的太飽了 然後現在又有 還抖音 然後現在又有一大盤巧克力 所以我就跟空服員說 謝謝 謝謝 我很開心 但我真的 沒關係 花系列 真的是把花塞到你嘴巴裡 有點太強烈了 嗯 我有花粉症 在我吃完那一大坨巧克力之後 我就要來 借行乾淨又衛生的舉動 嗯 我要睡覺了 然後我打開我的背瓶才發現 哦 背瓶是寶格力餒 救命喔 此生禮寶格力最近的一次 它有一個小包包 你可以整個提著帶走 我絕對帶走 然後放在我家最顯眼的地方 寶格力 你最美麗 而且大家有發現嗎 每個都給好大罐喔 真的沒有戴手軟的 接下來大家以為是要睡覺嗎 沒有 我這種沒有自自利的 小狗 現在正在被名為貪婪的魔鬼折磨 我喝了太多久 我超不舒服 我跑去廁所吐了 但是我在吐的時候啊 我還是必須要說 阿聯酋的空腹園 好瘋 是好的好瘋喔 就是因為我是趁沒有空腹園的時候去吐的 因為 我很怕他就叫我吃東西 或是他發現我不舒服 就會拿輪椅推我去廁所 或可能會幫我推退熱鐵之類的 反正我覺得他們服務好到讓我很害怕 所以我真的是趁大家都不見的時候去廁所了 然後我大概吐了十分鐘 結果一出來 我就被空腹園堵耶 他真的就像忍者一樣 這樣咻的出現 然後就說 我剛剛看你睡著了 沒有幫你鋪床 那我現在幫你鋪床好嗎 你想鋪床嗎 你想被鋪床嗎 如果你不想鋪床也可以喔 如果你習慣睡沒有鋪床的床也是沒關係的 但是鋪床會比較舒服喔 要不要試試看鋪床呢 我就突然被十萬個為什麼擊倒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 謝謝請你幫我鋪床 謝謝你 他在幫我鋪床的時候 我就在想 他剛剛到底在外面等我多久 我真的吐蠻久的喔 好辛苦 拜託你們對自己好一點 我 我真的搭個飛機覺得自己是人渣耶 那其實我之前都沒有請公主 給我幫我鋪床 因為我覺得好像沒差 但我一躺上去 欸 真的有差耶 就是床墊變好好睡喔 枕頭還變多了 感恩其福再造福 我覺得阿聯酋的服務真的是沒話講 因為空服員應該有發現我不是很舒服 所以他就有來問我要不要晚半個小時叫我起床 真的是體貼第一名 一叫醒來我還是在雞雞上 而且我還是在宿嘴 那空服員叫我起床時 我還處在剛起床的當機階段 所以我大概發呆了一分鐘 然後我發呆了一分鐘 我就一直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看我 我就往旁邊一看 就那個小小的縫喔 我跟空服員對到眼 我真的嚇到他竟然在等我說話 我真的要瘋掉 你可以叫我 拜託你下次叫我好不好 請你不要在那邊等我 女人的青春有幾年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好 我也不知道他是在開口等我說什麼 他很像那個NPC 我需要點他 然後他才會跟我對話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好 空服員就非常有精神的跟我說 早安 先來幫您送早餐 沒有問題 你辦事我肯定是放心的 請送早餐 早餐的部分我選的是西式早餐 很浮誇還有桌巾帽子 水果的部分就是水果 對不起 因為我這時候處在宿醉的狀況 所以我很不舒服 我沒有什麼味覺 我對水果的味道是沒有記憶的 可是麵包很好吃 咳嗽咬下去還會重新膨起來 不讓你選喔 直接一整盤給你 然後我吃到一半發現 為什麼我隔壁沒有住人 可是還是有鋪床啊 為什麼啊 難道我真的是神隱少女嗎 就是這些真的是我看不到的人嗎 所以可以幫我解惑 拜託 還是他們剛剛趁我在睡覺的時候 在比杜拜版的produce 101 比誰鋪床的比較快 最慢的會被踢下飛機 或是最慢的就 就就 就有分A班B班嘛 頭等長班 要被降到商務長班嗎 我是不太清楚 就是希望有空服員可以幫我解惑 謝謝 回到早餐本人 我覺得肉醬很香 我原本以為起司蛋捲會牽絲 結果沒有 可是很濕潤 中間的起司超濃郁 肉醬超級好吃 有些番茄肉醬會比我的留言區還酸 或是吃到後面會太膩口 但是這個肉醬 完全沒有這些問題 如果拿來做義大利麵 一定是最美味的魔法 仗不期待的吃個綠色菠菜 也是很完美 濕潤 沒有菜味 整個都開胃跟醒腦了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吃到一半的時候 嘟嘟嘟跑來煩我 緊插緊插緊插 剛空服員他跑來跟我說 你正在吃早餐 然後叫我來找你 為什麼 我不知道 聽貴水走了 可以可以可以 貴水小偷 我是不是這裡越來越像病房了 我都不用動 然後就有一堆東西可以吃 床也像病房一樣可以躺 每個空服員都會像護理師一樣 就是定時來看我過的好不好 現在還有訪客可以來探望我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像在阿聯酋大醫院 像後飲品 我選了只有頭等場才點得到的專屬茶 我在點茶的時候 空服員跟我說 因為快要降落了 所以他用紙杯幫我裝 這樣我降落的時候就不用收起來 可以不用喝那麼急 真的是體貼第一名 我會被寵壞 娶我 謝謝 可是茶本人有點一言難盡 我還是比較習慣喝無糖茶 對不起 這種花果香味太濃郁的 不是很適合我 可是 可是 對不起 但我真的很謝謝你給我紙杯 趴杯告 趕快來用三明治溝通吧 我快降落的時候 因為要把桌子上的東西全部收起來 所以我那一欄餅乾也是要被收走的 然後空服員很貼心的問我說 欸你有沒有想吃的 可以拿走你想吃的 我就把果乾拿走 結果空服員叫我全部帶走 因為他說這些也算是我花錢買的 好 我都帶 我都帶就是了 我是飛機老鼠 還是他看穿我 欲說害羞 欲拒還贏 望顏欲穿我體內消灘的靈魂 後面還跑來跟我說 如果想要的話 筆記本也可以拿走 沒有問題 我都帶 飛機老鼠出籠 我連筆都拿走 可是這個筆記本真的是蠻好看的 看起來就是很高級 感覺很像厲害的商務人士會用 然後我就會把它帶回家 然後放在我家最顯眼的地方 我可能可以寫 喜歡是淺淺的愛 愛是深深的喜歡 睡是死亡的練習 死亡是睡覺的開始 之類的句子 未負心思搶說仇 下飛機之前 空服員又拿了東西給我 他給了我三盒巧克力 叫我給我朋友吃 我真的要瘋掉 我真的要報警抓阿聯酋耶 他們真的一直給我東西吃 這難道沒有辦法嗎 就雖然很體貼啦 但會不會給太多東西了 真的是把我當寶寶一樣照顧 我甚至覺得照顧得有點太無限上綱了 就是 我 我也是有行為能力的人 我覺得他們真的把我當三歲小孩 但是是好的照顧啦 只是 只是該怎麼說 我有點受寵若驚 真的是辛苦了 那以上就是我的去城 除了我覺得有點過度社交 跟無糖茶 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很好喝之外 頭等場真的是有尊絕不凡的享受 每個空服員都跟迪士尼樂園的員工一樣 用最溫柔的眼神跟最燦爛的笑容照顧我 真的是非常感謝 以上就是我的去城 專長小貓 小貓 你要專長嗎 你是專長小貓嗎 去吧 打個小貓們 非常精彩的畫面 我是戰地記者 上飛機前先給大家看杜拜的頭等艙貴賓室 飲料很好喝 還有現做的壽司區 那我點了拉麵來吃 哇 超小一碗 兩口就吃完 上面是炸雞排 有點詭異的組合 我覺得比較像陽春麵不像拉麵 很明顯不是亞洲人做的拉麵 回程我打的是1K366 所有東西都是一樣的 那我已經記取了上次的教訓 我點了無酒精的模糊 好嘞喔 對不起耶 可是真的比不上有酒精的 因為我去城的時候沒有吃到晚餐 所以我這次特地請空服員叫我起床吃晚餐 我一睜開眼睛就看到滿桌的食物 我直接想起被阿聯酋阿嬤支配的恐懼 好可怕喔 前菜就是那種貴貴餐廳都有的東西 吃了像沒吃一樣很空虛 但還滿清爽的 至於湯的部分 一送上來我想說這什麼地獄死亡湯 我點的是牛肉湯耶 可是喝了一口才發現 喔 這有點類似我之前鐵達尼號料理史王做過的法式清湯 需要無限過濾的 雖然沒有牛肉本人 可是牛肉味很濃郁 喜歡 很想拍清湯 可是紅蘿蔔像蟑螂一樣殺不死 就跟那個神奇寶貝遊戲 全部都是鳥跟老鼠一樣 抓不完耶 那至於麵包就是麵包 感覺這次加熱比較久一點 因為麵包還滿乾的 來到重頭戲 牛排本人 我超級期待的咬下去 結果吃起來超像超大塊的 牛肉麵牛肉 外城不知道為什麼有種菜味 看起來很深 但吃起來大概有七分熟 配這樣一起吃有帶出烤的香氣 但還是很像牛肉麵的牛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懂我的意思 就是感覺它被什麼湯泡過了 所以吃起來不是純的牛肉味道 不像在吃牛排 它真的很像一個 牛肉麵牛肉 可是薯尼有幫阿聯酋扳回一層喔 奶香味非常明顯 加了很多貴貴奶油 水煮花椰菜有很重的土味 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 為什麼早餐跟晚餐落差那麼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去塵喝醉 可是我真的覺得去塵的食物 真的都蠻好吃的 所以我不曉得 晚餐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好想知道阿聯酋的一百分 會給怎樣的人喔 怎麼有辦法餐點跟台北的天氣一樣 就早上很熱中午下雨 晚上超冷 春夏秋冬耶 來到水果區 注意草莓出現了 沒完沒了 對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飛機餐系列 我很喜歡在飛機上抓勇的草莓 但除了有草莓之外 我必須說 我覺得這盤水果 有很濃的冰箱味 每個水果都有冰箱味 但很久沒見到火龍果也是蠻開心的啦 這個晚餐 這個晚餐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呢 我吃了一個小時 我其實有點後悔我自己沒有繼續睡 我蠻不舒服的 我被時差暴擊 我吃完就在想我自己到底為什麼要特地起來吃 而且我原本吃完牛排之後 就想說 還是來試試看手絲羊肉飯 這也是他們的主場耶 感覺會很好吃吧 可是我又仔細回想剛剛的水果跟麵包跟主餐 我就覺得 這種短時間內複合的感情 最後還是會分手的啦 我覺得我們說放彼此冷靜 成為更好的人之後再見面會比較好 可是我還是要幫阿聯酋講話 除了餐點 不知道這班飛機的晚餐發生什麼事之外 空服員人真的還是很好 給了我很好喝的無湯茶 而且我下飛機之前 空服員還有一個一個跟大家解釋說 這趟飛機的機型比較舊 不好意思 8月會換成新的機型 也算是很體貼 可是我覺得8月的杜拜 聽起來就超熱的 我直接變了阿爾明 以上就是我們的杜拜頭等唱開箱 撇除餐點不提 真的覺得有尊絕不凡的感覺 任何細節都被好好的照顧了 可是仔細思考之後 我個人意見喔 我仔細思考之後 覺得其實飛杜拜也只需要9個小時 要不是說你要在飛機上住3天 好像不需要花到那麼多錢搭飛機 拿去吃好吃的東西 或是拿去買其他東西 好像會比較值得一點 我自己也是因為我是拍片宅 再加上機票是衝浪鯊魚幫我付的 所以我才有勇氣搭頭等唱 但這也只是我自己的個人意見啦 金鏡頭自有賺 有賠購買錢請想約公開說明書 嗯 這次跟我一起出差是都瑞瑞 那都瑞瑞有阿聯酋的商務艙 還有經濟艙開箱 大家看完頭等唱之後 如果很好奇的話 也可以去看他的影片 我們這次去杜拜 真的是拍了超級多的影片 我自己拍了很多跟歷史有關的 然後我還蠻喜歡的 我5月會開始發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天使保佑 掰掰